他有新的灵魂在里面 哦 哦 市长你不会吃饭 好担心哦 慢慢慢慢 端午节脚步近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南门市场 大口咬下包了黄金火腿的剪纵 还不忘比出首饰 大赞好吃 南门市场一年一度的摆重宴 今年是在中期市场举办的最后一次 也是每年端午节前夕 摊商推出各式经典美味粽子的时刻 那我想今天来到市场这边 他们其实有很多知名的店家 也都是台北市民非常喜爱 每一次不管是适逢端午节 或平日都会特别来采买 所以我想今天特别来这边品尝 也多多的宣传推广 热闹舞师为百仲宴活动揭开序幕 紧接着美食达人郭玉芳老师 一一为市场介绍各家摊商贩卖的粽子口味 还为粽子搭配饮品 包含老字号异常预访 以黄金火腿包入减粽 咸甜口感获得市场肯定 知名的南原食品推出湖州豆沙粽 另外立家湖州粽则是包裹蛋黄鲜肉 而名店之一的异香栽 分享粽子好吃的秘诀 我们有原糯米跟长糯米我们都有混着用 因为原糯米它的Q度比较好 那长糯米它是比较扎实一点 所以我们混着配搭的话 这样子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不论是南部重还是北部重 各有爱好者支持 南门市场也配合银行举办满额限量好礼赠送 使用悠悠妇指定期间 还能享有最高8%的回馈 邀请市民朋友在南门市场重返原址前 再尝尝台北经典民众滋味 记者陈敏伦 采访报导